好 冷月遊戲甜甜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太卡猴啊 9000多萬的戰利啊 這有點扯啊 歡迎您再一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該講的主題還是要講完 看個互動賽看到九千多萬戰力 這戰力嚇死人啊 這對這對光法隊也是超級給力的感覺 好那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現在稍微看一下新的心靈英雄 號稱殘血爆發的海格力斯吧 那不得不說啦 我一開始看到他寫殘血爆發 我以為他剛出完亞瑟這一隻壓血英雄 馬上又出了下一隻 我想說哇靠這太扯了 你是擺明就在打自己的臉 先出一隻光屬性角色再出一隻心靈來削你一波錢 但後來仔細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其實技能組跟亞瑟是完全不同面向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稍微的看一下吧 首先勇士劍術 使用聖劍隨機刺向敵方兩個單位 造成320%誤傷並收集兩顆星魂 並且有40%加星魂數量乘以3%的概率 施加致盲 命中會降低 然後再來 收到攻擊後減少10%防禦加成 那蔣白他就是一出場非常的厚 有80%的防禦 然後你每收到攻擊之後呢 他的那個 防禦加成就減少這樣子 那所以說他如果放在後排盡量不要被摸到的話 他的防禦是非常的高的 然後再來 主動技能第二回合施放冷卻三回合連擊不會重複消耗星魂 來我們看一下 消耗三顆星魂優先對上回合勇士劍術攻擊過的一個角色目標 連續刺出三件造成600誤傷 對自盲暈眩的目標提升20% 爆傷提升30% 如果新聞不足則僅刺出兩件 那因為他是對自盲跟暈眩的目標爆率提升20% 所以一樣可以搭配我們的愛麗來做一個使用 那講真的啦 這被他暴擊下去600%的誤傷超高倍率 暴擊20% 暴傷30%的提升一下去 這傷害非常的強悍 然後他要講連擊不會重複消耗星魂是什麼意思 今天你如果有小鴨有我們的 霧連那基本上他不會重複的去扣那個星魂 不然很扯啊 你消耗三顆星魂 會連續刺三件嗎 你如果每次都消耗三顆等於刺到花九顆 小鴨跟霧連都出的話 那這不太可能啊 所以他基本上連擊不會重複消耗星魂 應該是指在霧連小鴨這種連 增加連擊的 爭議上那並不會重複的去把你的星魂損耗掉這樣子 再來力大無窮 每次攻擊或授擊時會收集一顆星魂 每顆星魂提升海格力是2%霧傷跟暴率 受到致命一級時 如果剩於星魂大於等於8 則消耗四顆星魂 使自己不會陣亡 清除所有非控制的負面效果 並恢復生命值至20% 那講白了啦 其實疊星魂的效益會很高 你想想看最多20顆 這樣你就有40%的誤傷跟40%的暴率 暴率隨隨便便都破百 然後再來 有人說我們躲後面 讓防禦高一點 保他不死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你奶量如果夠的話 他甚至可以像亞瑟一樣站在前排扛 就讓他快速的把星魂疊起來這樣子 尤其像現在光法暗法多 很多時候都是針對AOE的傷害 而不是單點突破的傷害 所以其實站前排站後排的差異不會到太多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 其實他給快速疊到20顆星魂 一來是你天神血統的技能一定刺出三劍 傷害會很可觀 二來是其實你多那80%的 那個防禦在 主要是保他不要前期一口氣被收掉而已 那對於後期消耗掉之後 只要你的奶量夠 你的整體坦度夠 那基本上來說 要保住他還是非常的容易的 好 那再來我們再看一下覺醒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助力勇士 任意隊友受到攻擊時也會有15%的概率 為海格利斯收集我們的星魂 覺醒激餓 每顆星魂時海格利斯攻擊無視33%防禦 來 剛才說可以最多疊到多少星魂 20 20乘3總計是多少 60的無視防禦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今天穿透可以在無視30%的防禦 還沒玩 我們的魔劍可以在無視30%的防禦 50%就無視30%的防禦 等於說他如果配個魔劍再配個穿透 媽基本上防禦形同虛設 對方的防禦就要全廢了 所以不得不說這一次出的海格利斯 目前看起來就單從面板上來看 他真的是非常強的一隻輸出角 但是我自己覺得今天如果你是微克無克小克 你沒辦法把他養到一個很極限的話 那我覺得他的獲取順序 應該會在最後一位 一來是輸出角 你沒有做一個很高強度的高練度的話 他很多時候就會變成一隻輔助輸出而已 那很貴的輔助輸出 不如索性養吉他角色 有他養到最頂端 傷害可能還來的更可觀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鐵打的輔助 水流的輸出 輸出總是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好用的輔助 基本上是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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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下去的 除非他出一隻那一隻輔助的強化版 不然基本上輔助只要他做的有特色 基本上很難被一個取代掉的一個節奏 所以現在出過的三隻自家的心靈角色來說 我覺得我們的愛神 會是一個最好最好 給無克為克小克的一個選擇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那扣掉愛神之外呢 在下一隻我覺得會是雅典娜 然後最後還是我們的海格麗絲 那當然如果以大課長來說的話 海格麗絲的輸出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基本上大課長來說 三隻都會非常的重要 好那是我們今天帶大家稍微看一下海格麗絲的部分 那 海格麗絲的話 講真的啦 他非常的貴 這我沒辦法否認 但是如果他能夠玩的起來的話 他的強度我相信會有非常高的一個上限在 畢竟光疊心靈 然後這樣開覺醒那些效果在 又穿透又無視防禦又魔劍 然後你又疊了一堆的暴率 疊了一堆的暴傷 打下去的傷害 基本上相信一定是毀天滅地的存在 好那就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這隻海格麗絲的部分 很多人說為什麼我都在講角色的時候 不是因為把他們的一些 符文啊 說魔偶啊什麼之類的講一講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 其實很多時候符文像 像以輸出角來說好了 有些人會為了要保住他 上一個庇護或什麼之類的做一個續航的增加 但某些人呢 會選擇把輸出做一個最大化的強化 所以其實符文有時候會針對一個戰局做一個調整 當然啦像什麼霧蓮啊 迅捷這些基本上綁定綁死的 我們就不多說了嘛 那像其他什麼穿透 這基本上也都出出角綁死的 可有些人會選擇多帶一點續航型的裝 續航型的符文 但有些人會選擇多增加一點輸出的強化 甚至有些人會帶吸取有人不會帶 所以基本上來說我覺得符文他的討論性是比較高的 就沒有一定的正解跟答案這樣子 當然啦 META主流的一些符文一定會帶 迅捷你不帶你就被人家打假的 然後物連或法連 魔連你不帶也是被打假的 以輸出角來說 穿透基本上人人都帶啊 那暴率這就有可能做一個取捨囉 有時候你可能取捨其他東西會比暴率來的更好 所以基本上符文我覺得他彈性很高 基本上啦除了迅捷 然後連擊 然後穿透這幾個是輸出角綁定之外 其他都可以看一個個人的玩法來做一個調整 好那今天這支影片呢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人員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Youtube Youtube истор